用寒线来跟老虎玩一把躲猫猫 听我分析现在加飞猫的一举一动 看觉这加飞猫有好几个选择 红开罚我的蓝 或者直接罚我的蓝 或者罚我的红 甚至在蹲憋落 唯独他不可能拿开 我就抓住他不可能拿开这一眼 打完之后 拿buff就不用去了 因为现在我的蓝十有八九已经没了 如果他红开去罚我的蓝 我的蓝可能还在对吧 但是他手里一个红buff 加上我没成见我是打不过的 所以就相当于 这拿buff直接给他 果然我的蓝已经没了 来吃一波蜆 现在从明面上来看 我已经比老虎多了一波蜆蜆的钱了 因为那个老虎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漏过视野的 接着刷乌龟大残 拿一下 骨头不少44块钱 蚊子在手也是肉 然后我下路瞧一瞧 下路蜆蜆来了 先等等 都不用等他来了 呦 幸好有我在 要不然这铝布就死了 这不巧呢吗 这不 往上刷 乌龟也在能打 然后刷完之后不走 因为等一下铝布哥的冰蜆已经来了 不过我去吃冰蜆的话 对面就知道我在哪里了 那么下一个蓝buff可能不太好反 蓝buff还有十秒刷新 反不了就走算了 咱们和平发育好吧 下路好像没人打了 上路打起来了 我船上来 想不到吧 各位 快走 你们再不走 要死好几个 还有要小心 这个射手是可以死的 射手肯定现在手里没大 把这只猪打了 然后对面野球有之鸡 射手会来吃的 他还是个残 一天没的 而过我现在比他高一千块钱的 哎呀别弹 我当时压了这个射手一千块钱 我都没打过 小老虎算了有点菜 他已经不会做我的对手了 重心就放在对面射手寻找 这射手肯定是个大麻烦 你们这下路怎么都打不过 射手跟辅助也打不过 法师跟辅助也打不过 你们就是主来的 我还真就不信了 这回你还能够跑掉 拜拜 你怎么来了 我现在没法安心地发育 明白吧 因为这个射手太离谱了 如果我还是一心想着要发育的话 那么对面的射手就接近是一个无理的状态 这个时候一定要跌量跌量 不要因小失当 我现在可以发育 但是对面射手这个状态 他肯定比我发育的更快 这么一想是不是对的 不要惹是盲目的想着耍金钱 对面有个管不了的人 趁现在还能稍微管一管 肯定要去管的呀 我 你吗 管个屁呀 我真的 怎么办呀 你说我如果不管他 我去发育 那打到周后期我们也是个输呀 兄弟们哪个人辅助来了 我们仨打二组能打了吧 这东西好像没法了对吧 哎 假如打不过走 但是你已经残了 哥们你不要追我了 这场人投降了 你别投降了 你打得很好 相信你自己 过来拿把河拿了 我来拿拿把河的时候 对面打也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队友都在 唯独他不在 我就知道这东西现在在打我拿把河 如果有一天 你朋友朝思不想的东西 他突然之间不在意了 那就意味着这东西肯定 手里有其他东西呢 就跟这个老虎一样 他拿把河不要了 他肯定在拿我的呀 我们这回五打四啊 射手还没有大 我看能不能切到 这人呢 他旁边有个狂铁 算了切不打 我后面打 老虎已经彻底废了 这射手真的 没想想办法 复活我好不去走 下飞包要来打红buff 不要再任你耍这种小聪明啊 孩子 慢慢来 对面之所以能跟我们家打的势均力敌 纯靠英雄强度 我能明显感觉出来 对面的人是不如我们家貂蝉跟我的 所以我其实总觉得这玩意的 不得把线给断了 唯一能够制裁我的射手在终路呢 我不怕 来 你想怎么样 他看着我 他看着不敢往我看一眼 我下头 老虎被我骗去上路了 呦 死了 我先走了 我的红刷了 小老虎估计在偷我的红呢 不再 小东西去清线了 你的韩信哥哥来了哟 不要走 没事 我的队友从后面堕堂后路了 这东西已经走不掉了 你还赶在我这里 你从他们两个后面走没准能走掉 你也好死不死 你走我这里干什么 这孙秘你这都没杀掉呀 啊 好了 开爆局 哎呀 咱们现在这个版本不存在可以一打五的英雄 对面射手如果不坏人玩 他纯靠英雄相对 他绝对赢不了我们的 一空铁别走 挑起来打你两下 怎么这么多人呀 还算是势均利己的啊 对面的打野其实不太行 可以说很散 但是我们家其实有个更散的 我们家的平衡节现在0-4-0的 15分钟0-4-0你甘心吗 再平衡 不要撤退呀 这个时候就不用撤退了 他们担心有人抢爆军对吧 但是我在代谢呀 抢爆军的人一定是对面射手 那么如果真的对面射手想抢爆军 他们水晶是不是没了 所以不需要撤退的 一点都不需要 你怎么来了 先把爆军给捞了 大招 嗯 哎 挑起来打 我就说 我得到对面射手 一字失货他就没了 我早就说他纯靠英雄 强度再跟我们玩 就刚刚那个情况 我们这里三个人他也敢来打 你是真不把我当回事呀 不是好歹我也经济压力两三千了吧 到现在 你怎么敢来估计啊 你怎么敢就告诉我 你怎么敢来告诉我 你怎么敢跟大家告诉我 你敢来告诉我 你管我 你敢来告诉我